今天我们来满院佛塔 世界上最大的富博士 葬式大佛塔 今天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 成都双流机场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大雪山 喜马拉雅 真的是太美太震撼了 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尼泊尔 一定要坐一个靠窗的位置 就可以看到美丽的喜马拉雅 这是飞机上提供的餐食 酸彩玉米饭 让我们再看见喜马拉雅 安全降落 进了机场的大门 就一尊佛像 真正到了佛国了 在这里入境 顺利过关 这里入境要开包检查 来取行李 这边好乱好乱 取到行李 出机场咯 这是兰比尼 看到处都是佛教的元素 佛陀诞生地 这地方好像重新修过了 跟三年前不太一样 以前我记得没有这个走廊来的 这边是可以买这个尼泊尔的手机卡 那边确实修过了 我待会我朋友来接我来找他 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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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好 很好 这就是尼泊尔的机场 这是出发城 那几个大灯 智慧之眼佛眼 我现在还没有换钱 我现在还没有换钱 我把你换了 我现在还没有换钱 我把你换了 我现在跟我朋友去他丈母娘家 因为他老婆刚生了孩子 然后要回娘家待几个月 然后忘记拿东西了 他给他送一些孩子的东西过去 这是他岳父家 这居然还有水井 还有个小黑 小黑一直在看我 大爷这个好像是弹面画的装备 这个电线很尼泊尔 这个不算是很夸张的 还有更夸张的 来了一只小黑 他们这边在街上到处都是狗 流浪狗很多 也有很多就是他们狗都是散养的 我现在是在他岳父家的屋底 看他们的房子就是这么建的 五颜六色的 然后上面都有几个水箱 这是平时的生活用水 每家都有啊 看看 水箱 水果 锅盆 十六指和苹果 来朋友家就吃东西了 还是这个 虽然是下午茶 这个是另一种大米 胡萝卜 白萝卜 黄瓜 萝卜干 这个叫不上来名字 小吃 这种 这种 是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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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奶 优格 鸡肉还好吃 又加了鸡肉 又加了羊肉 不不不 谢谢 光盘先走 都吃完了 朋友的女儿太可爱了 她的名字 她的名字叫 海底 这是尼泊尔茶 马沙拉提 生活好惬意 路过的是烧十秒 时隔三年 又来到了大佛塔 我们先绕塔齐圈 我每次来尼泊尔 必先绕塔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富波式大佛塔 满院大佛塔又叫伯达哈大佛塔 是尼泊尔著名的古迹之一 塔高是38米 直径100米 到处都有睡觉的狗 狗狗在这里特别幸福 大佛塔的基座周围 有147个凹进去的壁坎 里面悬挂着转镜轮和108尊打坐的佛像 这里边是克有六支真言的转镜桶 哎呀小贝贝好可爱 这里的狗是最幸福的 旁边是一些唐卡店 和佛教用品店 这边有一座寺院 我们回头来转一下 这个画面是不是从屏幕上看的就很舒服啊 这座红色的小房子里 供奉着过去佛加社佛观音菩萨 相传满院塔就是为了供奉加社佛的舍利而建 还可以熏一下 这边距离机场比较近 经常会看到有飞机飞过 小鸽子们 看到那个佛岩那里啊 那全是也是全是小鸽子 这里的狗狗是最优先的 唐卡店 唐卡店是最多的 刚才那位师傅在清里边的脏东西 这边供奉了一帧佛像 唐卡佛像唐卡 这是送波 来到尼泊尔我就感觉到我的知识真的是太匮乏了 这边有一座小寺院 这一个大的转金桶 上面是一些壁画 这应该是21度 21度 长寿三尊 这是无量寿符 说实话来到尼泊尔我就感觉到我的知识真的是太匮乏了 之前是可以进去练习的 这里边的上面可以上去的 现在关了 现在不给进去了 这里之前是可以上去的 现在不给进了 2015年的时候尼泊尔发生了7.9级的大地震 大佛塔也受到了严重的损毁 后来修复后又开放了 现在又给关了 这边也又是一个大的转金桶 这两只狮子很可爱 看上面的建筑 这个门上间是两条龙 佛塔联石祖庙 这里还有一个大的转金桶 到处都是大转金桶 在这没人转他也转 长寿山尊 尊圣佛母 无量寿佛 白度母 财宝天王 知识储备不足 看得越多 越觉得自己无知 现在不可以上塔了 这里可以登高望远 我们仔细来观瞻一下 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富多世的大佛塔 大佛塔的塔座是一个巨大的圆形基柱 上面有五层方形台阶 代表地水火风空 基柱上是一个白色的穷型结构 穷型之上 有十三个圆锥形的小塔 代表了佛教的十三个境界 它还象征着佛教的十三冲天 欲界六天 色界三产天 和无色界四空天 上面的滑盖代表着佛陀对众生的忽悠 最高处是一个金色的尖底 象征着涅槃 佛陀解脱了生死轮回的境界 尖顶之上还有一个金色的日月盘 和一个金色的宝珠 表示着光明和智慧 满院大佛塔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穷顶上的四个巨大的眼睛 向四面八方看着 这是佛陀之眼 表示佛陀对众生的慈悲和智慧 白色佛塔如昊月 四面佛眼照苦乐 金色尖顶是日光 三载右键洗鱼色 佛塔经翻同五色 远方来客洗群歌 避堪金轮转祈祷 祈愿众生得安乐 这是五只狮子在做狮子吼 上面是龙峰城翔吗 那个好像道家的阴阳雨 墙山的幅壁画大家熟悉吧 生死流转六道轮回 这边晚上可以过来点灯啊 这个角度不要太完美了 更上一层了 太有感觉了 莲花生大士 这是一个介绍的石碑 但是没有 都是英文的 一般上面有七雕蛇的 大家记得 是哪尊菩萨来的 龙树菩萨 丁米大士 这边有八座佛塔 塔渡供奉一尊佛像 姑姑干嘛 想吃花 来吃草 来吃草 你看它不吃花吃草 还知道莲花 太神奇了 把这里草都吃干净了 这个画面真的好和谐 光临了 坐这里休息一下 来大佛塔 可以在塔前点上输油灯祈福 或者跟随信徒 感受一下这边的佛教文化和氛围 这个地方是卖门票的 建的大佛塔 400尼币 人民币的话20块左右 刚才有一点忘记跟大家介绍了 大家看到它眼睛下边有一个问号形状的鼻子 在尼泊尔语中它表示一的意思 它在这里代表了佛法中的一切无我无常 苦空等真理 这个过马路需要一点技术 这是尼泊尔的美团 没有红绿灯的 没有红绿灯的 全靠 焦顶 This is Queen Street 可惜我没换钱 来朋友家了 今天朋友非让我住他这里 尼泊尔的代科知道第一天 一定要住在朋友家里 好吗 OK Thank you very much 西洋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那边看到没有尖地啊 那里是侯庙 我们明天或者后天去侯庙 它在后面这种房子我喜欢 漂亮 好了